阿伊伊瓦那伊伊瓦那伊伊瓦那 優美的旋律跟歌聲 這次台東獻兵帽國中哇塞樂團 參加全國鄉土歌謠競賽 榮獲國中組特優的成績 為了傳承原名歌謠文化 就有多元的學習 音樂及歌舞 幫助學生展現屬於自我的驕傲 即讓更多人看見排灣組的歌謠故事 這麼辛苦的練習很值得 我們排灣組的文化很優美 我們是用聲音來傳承 我們排灣組的文化 然後讓更多人知道排灣組的故事 不知傳統文化藝術 冰帽國中也專注於學生職能教育 學校有兩位學生 今年也獲得丙級烘焙 既能檢定合格 開發出學生多元技能教育的成果 我是覺得還蠻不錯的 我就覺得多拿到一份證照 我是覺得對自己的幫助也很大 也不一定說學了這個以後 就是要走這個方向的 學一個新的東西是 對自己是一件很好的事 特別的是學校一位生戰學生 在今年全國身心障礙國民運動會 在特奧輪協項目上取得兩面銀牌的成績 也讓身上的孩子藉由直排輪運動找到自信的方式 自己跟我自己說不管怎麼摔就要站起來 要繼續溜 未來想要繼續溜直排輪 可以跟宋青陽一樣溜到奧運 亞運拿到最好的成績還有金牌 每個孩子有每個孩子的個性 沒有他的專長跟他的能力 那要怎麼樣喚醒這些孩子的一些能力 我想這是我們大人必須要做的功課 孩子在練習的過程 我都會全程的陪伴 全程陪伴 才可以發現哪一個孩子究竟他的專長在哪裡 他的興趣在哪裡 學校表示並茂國中全校不到90位學生 超過90以上為原名學生 請問朝向試探發覺孩子興趣 讓原鄉地區孩子 從記憶實作中找到自信 並站上舞台 創造未來更多機會 也是新聞物據台東泰馬里採訪報導